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军哥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牛肉测评的第二期节目 这一次呢同样为大家带来了三款肉 那这三款肉呢可以说是我私下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牛肉部位了 一块呢是这个豚腰肉盖 另外一块呢是这个眼肉盖 最后一块呢就是这个牛肋条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很多小伙伴 希望我把这一次购买的14块肉的全部清单给罗列出来 他们也想买 那并不是我小气啊不肯罗列 主要是这些肉当中有一些肉是我吃过的 另外也有一大部分的肉呢是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 所以呢希望大家通过观看牛肉大测评系列视频 找到一款属于自己喜欢的牛肉 OK那废话说那么多 接下来呢就轮到我们开牛肉盲盒的时间了 首先我们开第一块肉牛肋条 这一款肉我买的是来自新西兰级别6-7的和牛肋条 价格呢不算特别的贵 一包牛肋条呢它是有很多根肋条肉组成的 打开包装我仔细数了一下 这里面呢一共装了9根肋条肉 其实牛肋条呢就是来自牛身上肋骨之间的肉 从它的横截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层肥一层肉再来一层筋 牛肋条这个部位呢我强烈推定大家去用炖煮的方法去做一下的 因为真的会特别的好吃 这一次我打算做一个红霜的做法 差不多用4根肉就可以了 我挑了一些品相不是特别好的 粗细呢也不是特别均匀来做 品相好一点的呢可以用来去做烤的牛肋条 像这个炖的话呢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切成大块 切开的横截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另外再分享一个烤肉的切法 也是直接切成大条 然后再沿着中间这个筋膜慢慢下刀 不要切到底 切完之后沿着我们刚刚切好的刀缝打开 再做一个断筋的处理 贴着这个筋膜慢慢的打花刀 像这样我们这个烧烤用的肉类排就处理完成了 OK那这样我们切了大概三条这个牛肋条的肉 就满满一盘了 我们放在一旁备用 那接下来呢我们处理第二块肉 藤腰肉盖 这一块肉我感觉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 我花了300块钱 重量呢是1.1公斤 买到了一块安格斯古斯270天左右的藤腰肉盖 打开它的外包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块肉是不是特别像西冷 一层肉一层脂肪的 没错 它也叫小西冷 因为藤腰肉盖这块肉啊 离西冷特别特别的近 这块肉其实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像在巴西啊 它也叫做皮卡尼啊 也是巴西的这个果肉 最近几年啊 大家发现这块肉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 所以也叫它牛排皇后 当然吹了那么多 名字那么牛 还是得切开来看一看 这块肉真的太牛逼了 我天哪 其实我买了这个两块这个童调肉盖 一个是我在之前请我的朋友吃掉了 但是这一块肉呢 我看侧面画面比较好 就留着在这边视频当中开 哇真的太棒了这块肉 绝对是超越级别的一块肉 我们这一次呢就切了稍微厚一点 做一个厚切的牛排试 最后一块就是来自澳洲的一块 级别八家的眼肉盖 这块肉的价格比我想象中要低 在这个级别特别高的情况下呢 我才花了820块钱 就买到了这一块重达两公斤的肉 比我意想中的价格要低很多了 上一块牛排呢 是牛排皇后 那这一块牛排呢 其实大家叫它牛排皇帝 听名字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眼肉盖这个布啊 其实很容易混淆 包括我自己也之前也弄错 它并不是眼肉上面一条的这块肉 就是眼肉盖 而是在上面的一块 可以说是盖中盖 拆盖包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侧边花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看上去 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日本的A5级别了 都有点 当然我们还是得切开来看一看 这块肉到底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卧槽 绝对是超值的这块肉 酒家完全不过分 我觉得 这已经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眼肉盖了 像这么好的肉呢 其实说句实在话 随便怎么样烧 它都是非常好吃的 那这一次呢 我打算还是切的稍微厚一点 我们就拿来做烤肉 尝尝看它的味道 切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赏心悦恶这个肉 肉已经全部切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着 首先做一下这个红烧的牛肋条 我们用这个小火慢慢煎这个牛肉 两面慢慢变得金黄的时候呢 里面的油脂也给我们煎出来了 就这样随便一煎 就煎出来了这么多的油 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葱姜蒜 倒入这个油里面 再加入料酒 把料酒和香料翻炒一会儿 炒出它们的香气 接着我们再倒入水 一定要用温水哦 接下来就可以加入 我们自己喜欢的调料 我这边呢就加老抽 生抽 适量的盐和糖就行了 炖的时候呢 也可以加入一些 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大料 水开爆泡之后 我们转入砂锅 开小火 慢慢炖它就行了 等这个牛里条在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煎牛排了 煎牛排就非常简单了 两面撒上黑胡椒和盐 用中火慢慢先煎 这个白色油脂部分 再把两面煎出焦化层就可以了 大家煎这个豚腰肉 盖这个部位呢 我建议可以不用煎的太熟 三到五分 我个人觉得吃起来是最好吃的 煎完的肉呢 我们可以让它先醒一会儿 来检查一下这个牛肋条怎么样 感觉是炖的非常非常的香 轻轻一插 你看到没有 这个肉就被插进去了 已经炖的非常的酥了 已经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一点灵魂香菜 让它再焖个两分钟就OK了 OK 那这一次跟上一期节目不一样 为了分享更多的烹饪方法呢 这一次我分别采取了三种烹饪方式 有红烧的 有煎的 还有灯灰烤肉的 看上去还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诱人 但还是按照国际惯例 请观众朋友们先品尝吧 OK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三道菜 先尝哪一道呢 那就先品尝一下我面前这一道红烧牛肋条好了 这一次我烧的时候呢 放了点辣椒 看上去面相还不错 软嫩 而且超级好吃这一次 它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金头八脑一样 两层肉之间有一点那种筋 两边的肉很嫩 中间的筋呢 吃起来是黏黏糯糯的 而且用这个牛肋条做出来的这个牛肉呢 特别特别的香 再来一大块 我跟你说这要是配碗米饭 或者说来碗面 这不就是正宗的红烧牛肉面和红烧牛肉饭吗 太香了 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用牛肋条这个食材呢 去做一下这个红烧的做法 不要觉得什么是食材浪费 明明就是烤着吃会更好 不要管那么多 只要是你觉得这个好吃的做法 这个食材就值了 而且呢我这一次做的这个口味呢 是有点偏甜甜辣辣的 特别下饭 它这款牛肋条你别说 我还真特别喜欢 它不像我之前买过的一些国外进口牛肉 吃上去只有一股奶香味 没有那种牛肉的味道 而这一款牛肋条 吃上去真的是牛肉的香味 没有那种奶香味 我觉得很棒 这道菜我真的太喜欢了没得说 我一定要给10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尝一下这一个煎的藤药肉盖 这一块吃起来没有它看上去那么美妙 我在咀嚼的时候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它这个筋膜在我的牙齿之间有阻力 非常非常影响口感 感觉我这一次切的这块肉呢 还是有点太薄了 上一次我制作这块肉的时候呢 是一整块拿去慢烤的 可能烤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中间的这个筋啊都被软化了 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这个只有煎的呢 味道会更好 那我建议小伙伴们 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去尝试这个藤药肉盖的时候 可以切得再厚一点 先加入这个慢烤的过程 然后再进行煎 这样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 很明显的发现这一块比较大的我嚼了很久很久 虽然说它的口感很差 但是它的牛肉香味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我真的是很喜欢牛肉香味的一个人 相信呢很多小伙伴发现了这个藤药肉盖上面的肉呢 在切的时候有小血管会附增在表面 那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也是这个部位肉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特别介意的话 就不要尝试这块肉了 香是真的香 但还是真的太废赛帮子 不如这个牛肋草来的爽 最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烤肉吧 这一次烤的真特别的赞 两面都带猫油 搭配的是我为这个高级牛肉特调的一个山葵酱 配上酱油的一个酱料 特别的解腻 盖这个肉的时候呢 我和我的摄影师一直在咽口水 香啊 嫩啊 不想多说什么了 只想赶紧来下一块 已经不能说是好吃了 而是太好吃了 这块肉 虽然说这块肉表面上花纹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它吃起来真的一点点都不腻 有可能是我这个酱料的缘故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怪不得有那么多老涛喜欢这个部位啊 它吃起来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更加高级和进化版的牛小排 因为啊 它的口感也是偏韧偏弹的那种 但是它是吃起来是那种软弹软嫩的感觉 最关键最关键一点 是它这个部位真的是太香了 它和腾腰肉盖不一样的香 这一块肉就是完完全全的和牛的香味 我真的是太爱了这块肉 如果说刚刚的这个牛那条打十分的话 我觉得这块肉打十二分十五分完全不为过 真的是太好吃了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不多吃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快十点钟了 我的摄影师呢 已经缠了很久了 也饿了很久了 接下来呢 我们赶紧进入这个总结环节 说完了呢 赶紧让它吃啊 今天切的这餐款肉啊 从高到低 我个人喜欢的程度上面来说呢 这个眼肉盖排名当之无愧的第一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那第二名呢 是这个牛肋条 这个牛肋条呢 我觉得用这种做法来做 甜中带辣 辣中带甜 我吃起来呢 非常的过瘾 它和这个烤肉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爽 一个是好吃 那第三名呢 就是这个豚腰肉盖 这个豚腰肉盖呢 我个人觉得 可能是这一次的烹饪方法有问题 导致了这个部位肉呢 吃起来太难嚼了 你们知道吗 真的是要花好大的力气 才能把它嚼散 咽下去 我估计有很多小伙伴都嚼不碎 那真的不能再多说了 好吧 本期节目到这边先结束了 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帮我多多点赞 多多投币 多多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